大家好,我是小曹 这两天深度体验了一下WatchOS 10 我发现这次表盘功能变化还挺大的 这支视频就跟大家详细聊聊吧 首先最大的变化就是 左右滑动切换表盘这个操作取消了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这个变化 我个人还是喜欢旧版的操作逻辑 因为我之前有一个用法是 给不同的表盘搭配不同的快捷入口 比如偏向运动的表盘都是相关APP 这样就可以很快的切换使用场景 现在就不行了,有点可惜 如果你是Ultra用户的话 现在不能直接用数码表灌进夜间模式了 目前的版本只能在这里操作 长按巡逻者表盘进入编辑界面 向右滑可以看到三个状态 打开、关闭和自动 打开就是一直处于夜间模式 自动的话逻辑就和iOS17的standby功能一致了 光线按的时候会自动切换 这里也感谢这位同学的提醒 刚上手的时候我还真没找到怎么切换 另外很多表盘以前是可以直接旋转数码表官交互的 比如像月向、万花筒这些 现在需要先点击一下表盘 再旋转数码表官就可以看到互动效果 相当于多了一步操作 除此之外就是这次新加的表盘 这个很多人都发了我就不再说了 以上就是我这两天发现的一些表盘上的改动 说实话我有点不太适应 尤其是左右切换表盘这个操作没了 当然目前还是开发者版 有可能还会改 另外说不定用上一段时间也就习惯了 所以之后看看再说吧 说到开发者版 目前系统不稳定 而且掉电快 建议大家主力设备还是等等再升级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视频 如果你对Apple Watch和其他可穿戴设备感兴趣的话 别忘了点个关注再走 我会继续分享更多的体验内容